女僧乱刀砍死 独凶哥哥跳楼重伤 见识人员搬出遗体 封锁现场进行财政 高雄这栋透天措 惊喘命案 死者是患有小人麻痹的四十多岁女子 警方调查 女子和父亲急遭遇症二哥同住 二哥常对家人施暴 上月还推爸爸撞墙 导致爸爸住院 上周五爸爸向院方请假去报案 但二哥拒绝问讯 疑似因此发病迁怒妹妹 禁狂砍妹妹颈部 胸腹部共二十多刀 行凶后再跑到三楼自残 然后跳楼 跳楼的时候 第一个 第一个五次机会就会伤犯 第二个大五次 先就会伤犯 这个伤者 他目前还是在交互病房中 因为该栋一楼租给通讯航 老板当天有听到争吵声 事后都没见到人警觉报案 两天后就会被人家 人家就被人家 人家就被人家出来了 警销到场后发现门被反锁 假梯进入二楼 金剑女子倒握血迫 警部几乎被割断 死状凄惨 现场还没有外力的借务 那我们还是先行 在医院来借务 等他哥哥日后清醒了 再来了解整个案情 董新闻高雄报道 第四季 前述 警官 女子 店 上